21. 成報 華裔乘客機上攻擊空少被警帶走 2015年7月15日兩岸A16新聞精選南方航空 7月12日從廣州飛往美國洛杉磯的航班 有一名華裔旅客涉嫌辱罵、攻擊及恐嚇男性空中服務員 並損壞機艙設施 由於該旅客情緒極度不穩 機上安全人員對該旅客發出口頭警告並嚴密看管 令由機長報警、該航班在洛杉磯國際機場同後 掃名美國機場警察登機帶走該名華裔旅客 交聯邦調查局B跟進調查